11月8号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新发布会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 议案提出 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 建议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为便于操作 尽早发挥政策效用 新增债务限额全部安排为专项债务限额 一次报批 分三年实施 安置安排 2024年末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将由29.52万亿元 增加到35.52万亿元 财政部立定了 2024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调整方案 的草案 议案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国务院财政部门将按程序尽早下达分地区的限额 地方政府将依法做好债券置换工作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依法做好监督工作 具体来看 这6万亿元债务限额分三年安排 2024至2026年每年2万亿元支持地方用于置换各类隐性债务 财政部部长兰福安表示 这是今年一系列增量政策的重头戏 也是一场及时雨 将让地方化债压力大大减轻 从2024年开始 连续五年 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 安排8千亿元 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 专门用以化债 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 再加上这一次前卫纳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 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 同时也明确 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彭富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 仁爱严合同 厂严上述三项政策协同发力 2028年之前 地方稀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 从14.3万亿元 大幅降至2.3万亿元 平均每年消化额从2.86万亿元减为4600亿元 不到原来的六分之一 化债压力大大减轻 我们估算了一下 地方依靠自身努力化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甚至有些地方是比较轻松的 蓝发安说 当前一些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大 利息负担重 不仅存在暴雷风险 也消耗了地方可用财力 在这种情况下 实施这样一次大规模置换措施 从政策效应看 能够发挥一石二鸟作用 一方面 解决地方燃眉自己 缓示地方当其化债的压力 减少利息开支 这一次置换 近三年密集安排8.4万亿元 显著降低了近几年地方需要消化的隐性债务规模 让地方卸下包袱 轻装上证 同时 由于法定债务的利率 大大低于隐性债务利率 置换后将大幅结约利息支出 我们估算五年累计可结约六千亿元左右 另一方面 帮助地方畅通资金链条 增强发展动能 同时还可以改善金融资产的质量 增强信贷投放能力 利好实体经济 兰富安表示 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 和赤字提升空间 目前正在积极谋划下一步的财政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今年的增量政策力度大 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正在显现 不少政策效应明年还会持续释放